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著名诗人张克家所写的诗篇《有的人》为诗人所传颂。 张克家的女儿郑苏伊在家也会拿出父亲的诗篇来读。 对于被誉为中国诗魂的父亲,作为女儿,她有更多的体会。 父亲的诗篇如火,而父亲的为人处事也一样如火。 我父亲这个人的一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朋友,像一团火一样。 其实我总是说他对朋友比对家人还好,他自己呢,给自己写了一首诗, 就是特别特别准确地描写了他这一生的为人。 龙公就四行,第一句,我,一团火,着人也将自焚。 张克家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名誉副主席等职务。 一生勤奋彼更,出版文学作品近百步。 但就是这样一位文豪,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军校生活。 黄浦军校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 曾在武汉设立分校,1927年初,张克家报考了武汉分校成为黄浦军校第六期的学员。 回顾往事,郑苏仪感叹,半年的军校生活在这位文人身上交注了一辈子的军人作风。 他这种意志力,我真的特别特别佩服我父亲。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他9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摔了一下,然后大夫跟他说呢,说你这是要12胸椎压缩性骨折。 就说你呢,三个月躺,不能动。 结果他大概躺了十多天,他就不干了,非要起来,然后我就天天和我哥两个人跑到这来天天扶着他。 那个时候,哎哟,我跟你讲,他疼的,那汗哗哗的流,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就架着他,架着他走。 到最后三个月的时候,任老先生自己拄着手杖,就走到这个医院,正好还是原来那个小大夫在那值班。 大夫一看他进来都,啊,就特别奇怪,都90多岁了那个时候,你想想,就是他这意志,别人真是比不了。 家中的墙上,挂满了好友们赠予张客家的书画作品。 上面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但这些都只是复制品,原来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经捐赠出去。 郑苏一说,尽管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为人处事的作风,他的要求都一直影响着子女后代。 我父亲,我母亲,就是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捐赠的那个证书啊,就是很厚很厚。 我妈妈最后,得了癌症以后,还捐了自己,出钱捐了一所西方小学嘛,然后就是我父亲就只要是哪有灾,哪有什么,就是马上就捐钱。 家训就是告诉我们,绝对不能打着张客家的旗号在外面,张扬,更甭踢招摇撞骗了。 就是说,一定得叫什么呀,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这是我们兄妹四个人,都是谨遵教会的。 多年来,郑苏一一直积极参与黄浦军校同学会的活动,为促进两岸交流尽绵薄之力。 她也寄予年轻一代,尤其是地理位置相近的粤港澳台青年,多加强交流,多促进融合。 到现在这个黄浦还在台湾,还在传承吗,是吧? 所以呢,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青年们可以以这个前辈的这个黄浦精神作为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 因为咱们黄浦前辈就是在为这个民族解放,祖国独立的这个战斗中呢,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都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就这种精神是为国为民的这种精神,如果很好地能够继承下来的话,就是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能够非常非常好的发展起来。 就是粤港澳三地的这些青年能够从思想上很好地融合。